大量的普通魔族则是吓得急忙跑回家去 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生怕波及到自己 果然是真的浮屠屠 在元郡的某处一家不弱的势力当中 族长手握一张图纸 目光热切地看着上面放出温润柔和的光来 浮现出相同的箭头 族长激动得难以自持 双手不断地颤抖着 有了这张浮屠图 本座就能够寻到更为强大的化灵魔骨 修为再进一步 他的双目之中金光闪烁 显然是兴奋不已 四周全是部族当中的强者 都相继拍马屁起来 唯恐落于人后 这次浮屠走廊之后 我看元郡的势力要重新划分了 变成四大势力 组长大人必定是要一名惊人 甚至冲击摩尊禁也不是没可能的 到时候就力压另外三步了 我看啊 飞的女儿姚长得挺不错的 组长大人可以要过来当个小妾 那组长点了点头 一脸垂涎之色 的确是长得不错 若是这次 我能够得到摩尊禁的化灵魔骨 就真的有机会冲击摩尊禁呢 到时候就要来玩玩 其实我觉得大人冲击摩尊禁的可能性真不大呢 突然一道极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满堂之人都是愣了一下 立即目光四望 想看看是谁这么不识好歹 那组长突然瞳孔皱缩 警惕地喝道 是谁 同时单手一翻 将浮屠图收了起来 大唐上方的空间微微一颤 便从其内走出两人来 正是维钦和歇 维钦淡地说道 我是说真的 以大人的资质天赋 能够修炼到现在 已经是走了狗屎运了 那张浮屠图给你也是浪费 不如让我去浮屠走廊吧 如果带我冲击了摩尊禁后 还有多余的化灵蘑谷的话 给大人烧上一些 也是可以的 放肆 那组长脸色一沉 寒声说道 原来是来抢图的 拾去的话就滚 否则后果自负 歇嘿嘿一笑 跟他们说这么多干嘛 那核心地带已经发出信号了 赶紧全杀了 拿图走人 组长脸色大变 猛地化作顿光就要冲走 维钦冷笑一声 五指虚卧 凌空一抓 强大的气势顿时爆发开来 锁定住那组长的身形后 瞬间笼罩了整个大唐 一股犀利凭空而起 大唐内的空间急剧流转起来 凝聚成一股窝流 众多强者都是脸色大变 他们骇然地发现 自己在这股犀利下 竟然站不稳身躯 那 那是什么 那名组长实力最强 骇然地往空间漩涡中望去 只见一只银色的小瓶 在其内吞噬着魔气 族长 救救我 不过眨眼功夫 大量的魔族就直接被阴阳二气瓶吸了进去 蝎也骤然出手 一片魔光从脚下升起 那些吸不动的强者身躯 突然就砰砰砰地炸开 化成最为精纯的魔气被吸了进去 就连那组长一声求饶都没有来得及喊 也被蝎拧下了脑袋 扔进了阴阳二气瓶里 围青掐绝一收 那瓶子就从空中坠落下来 飞回到掌心上 一闪而没 他似乎有些抱怨地说道 这阴阳二气瓶 可是不是珍宝 别什么垃圾都往里面扔 蝎怪笑道 反正他们最终都要降解成魔气的 管他呢 随后他一翻手 那张浮屠图就出现在手中 不由地贪婪地舔了一下嘴唇 围青也是眼里闪过异色 盯着那图看了起来 蝎说道 还是你聪明 等着开启的时候抢图 老子平日里到处都跑了 也不知道谁的手里有图 白忙活了一个月的时间 此图你拿着 我进到阴阳二气瓶当中 这样就可以省了一张图了 围青接过浮屠图便收了起来 点头道 你先进去吧 若是路上还遇上弱者有图就抢了过来 没遇到的话 你就待在里面了 说吧 他身影一晃 就化作魔光 往那箭头的方向顿去 一时间 圆郡上空有大批的魔光闪烁 都往浮屠走廊而去 其中 大部分人 都是没有浮屠图的 没图也能进去 只是危险性 相对来说会增加百倍 但是核心地带开启 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好处 让人难以抗拒 也有不少人 是抱着看热闹 抑或着不轨的心态 想着要去抢别人的土 所以整个圆郡 甚至扩大到兵域 几乎所有的强者都云集而来 李云霄和小红飞了一阵 很快就被前方一团巨大的魔云挡住 两个人身影一闪 不由得画出身形来 站在那魔云前 诧异地看着 那魔云有半云之大 里面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翻滚之下 慢慢凝聚起来 竟然化作一名老者样子的魔君 那老者 眼珠子一转 打量了一下两人 黑声笑道 两位朋友 上哪去呀 小红冷声说道 你是那根葱 关你何事 老者愣了一下 随即大笑道 这小丫头骗子 脾气可真爆啊 老夫又没什么恶意 只是问问而已 李云霄抱拳道 我二人前去浮屠走廊 不知道大人有何事 浮屠走廊啊 那老者眼中一色一闪 黑黑笑道 据说核心地带要开启了 你们有浮屠图吗 李云霄点头道 有的 不过只有一份 当真 那老者浑身一震 眼中爆射出金王来 激动地说道 快 快拿给老夫我看看 李云霄微微一笑 将图取了出来 递上前去 是不是这掌 老者猛地一下夺了过来 在掌心摊开一看 顿时心花怒放 狂笑道 哈哈哈哈 果然是浮屠图 老夫在这等候多时了 想不到 真的让我捡到了便宜 上仓待我不薄啊 李云霄看着他激动的样子 哈哈一笑 老丈 那图是我的 你的 老者将那浮屠图 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笑道 之前是你的 李云霄道 那现在呢 现在 不是了 小红 暗暗摇头 娇称道 云霄哥哥 你可真有闲心 李云霄笑道 是耽误了一点时间 我只是想看看 这老头想干嘛而已 他五指 一下化作雷电 五道雷光 如油龙一般 往那老头抓去 冷笑道 现在不是没关系 待会儿是 就好了 老者脸色一变 满脸杀气 喝道 小辈 找死 他双手一拍 雄魂的掌力 化作印记 覆盖而下 竟将那雷电 稳稳地压住 咦 李云霄 诧异了一下 笑道 果然 有两把刷子 难怪 敢拦路抢劫 他左手凌空一点 阿赖玄悦 就被抓了出来 直接反握住 伏柄 一掷而下 砰 那战斧 一展之下 直接压爆虚空 击破了那老头的 掌力气劲 随即漫天雷霆 以灭顶之势 狠狠地轰落 雷电之力 在四周落下 炸得那老头心惊胆战 从心底里 伸出的寒意 让他转身 就想逃走 但一股 难以匹敌之力 从背后飞袭而来 直接将其穿透 正是李云霄 第二副斩下 砰 老者慌乱之中 逃跑不得 直接被战斧 劈成两半 降解成一些 低阶魔族 李云霄 轻描淡写地 在凌空一抓 就将那浮屠图 重新取了回来 这样的拦路抢劫 在浮屠走廊 方圆数千里内 不断上演 许多 没有浮屠图 再生的魔族 也莫名其妙地 就丢了性命 浮屠走廊 是一片连绵的山脉 也是化林魔谷 产量最高的地方 正好在山脉的一条直线上 所以被称为浮屠走廊 而核心地带 却是一处 深不见底的深渊 大量的魔器 滚滚冒了出来 好似魔海翻腾 像是火山口似的 李云小很快便按照 那金色箭头所指 来到了这核心之地的附近 发现已经有大量的魔族 聚集过来了 这一路上 斩杀那老头后 后面又遇到了几个不长眼的 也一并杀了 因为浮屠图只有一张 为了避免麻烦 再次让小红回到了戒神碑中 小红身上带了大量的极品魔原石 也不愁没有魔器修炼了 魔海四周 陆续有人过来 所以他的到来 也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但有心人 都不由地多扫了他几眼 更有几人直接皱起眉来 虽然李云霄置身于黑袍当中 看不清容颜 但他一是气息太陌生 二是神石一扫之下 竟然看不出端倪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之感 在他们观察自己的同时 李云霄也在逐一观察着场内之人 当神石扫过几人时 不由地吃惊起来 在魔海的另外一侧 悬浮着一座小山峰 有半亩之大 上面盘坐着三名老者 皆是在闭幕打坐 那山峰显然是一件飞行玄器 在魔界这种玄器匮乏的地方 极为少见 并且有三十多名强大的魔族 守护在四周 那三名老者 竟然是李云霄见过的 在天荡山脉中 曾经与他们起过争执的 兵域圣魔世家的强者 分别是指 轻 染 不仅是李云霄 但凡见到那三名老者的魔族 无一不是脸色大变 露出深深的忌惮之色 就连袁骏这方的势力 也远远让开 不愿和那三位老者 在一起